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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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店面還沒開門營業 就已經有仕途老馬在外頭排隊 他們全是為了每天中午 限量30碗的日式又香拉麵 不好意思 我也在拉麵 哈囉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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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起來很清爽 別的會比較死鹹 其實比較不會 它麵條有特殊的香味 所以吃起來口感跟清爽度都很夠 Q彈有勁的麵條 一口咬下 唇齒間散發淡淡柚子香 搭配上用10多種蔬菜 所熬製的黑豬大骨湯頭 爽口不膩 熬製16小時的大骨之後 會加蔬菜下去再跟大骨一起熬 熬出來之後 它的那個豬心味跟那個 湯的層次感蔬菜味 會跟骨骨的原本的糖 會都在一起 我比較堅持我從日本學回來的東西 對 那其實熬湯這個東西 雖然時間很長也很瑣碎的事情很多 但是能把好的東西 屬於自己店的特色的東西給客人 我覺得這個是做 讓客人知道不一樣的東西以外 那他們對食物的認同度 是對我最好的回報吧 用心熬煮的湯頭來自日本原汁原味 69年司的老闆趙智元 連煮麵都很有自己的堅持 煮麵的話下去熱熱的水 因為要迅速趕快把它攪拌 那麵條它遇到熱它會連在一起 那你迅速攪拌的時候 它會條條分明 那攪拌速度要夠快 丟入麵條後快速攪拌 看似簡單的動作講究手法輕柔 考驗著廚師手腕力道的拿捏 那起來之後要洗冷水 日本麵粉碰到冷水它會 我們這個屬於瓦吉麵 它是Q的 那洗冷水之後麵粉會縮起來 再回去熱水裡面再倒按 對 要洗冷水 它洗完之後再回去鍋子約10秒 短短30秒的煮麵過程 每一步都得按部就班 曾經赴日本拜師學藝的他 退伍後原本在私立中學擔任廚師 沒想到十年後突如其來的解編 一度讓他的人生陷入恐慌 離開軍中退伍之後回到社會 出社會踏入職場 這是我第一份工作 那這個成長的地方突然間不見了 因為這個改變剛好是一個人生的一個 算是已經踏入中年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你會很恐慌 那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過去年日文科的他 於是背起行囊到日本旅遊 在綠罐附近的拉麵店 結識了曾經同樣面臨人生低潮的 客機業老闆 曾經他的員工也有兩三百人 那因為日本經濟泡沫化之後 他的產業必須沒有辦法在日本 就是在經營 所以他剛好在想要結束生命的前一晚 他吃人 他在學習的拉麵的那個麵店 吃人那晚拉麵 他覺得他想再用別的事業 去讓他自己的人生 可以再繼續延續下去 低潮到現在變成一個餐飲經營者 我那時候就立志自己說 我也要開拉麵店 為了圓夢 他曾到機場搬行李 賺取生活費 後來在知名空廚擔任廚師 五年後 他毅然決然辭去穩定工作 遠赴日本拉麵店 從免費的清潔打掃開始做起 日本人是這樣子 他不會隨便去輕易接受任何事情 我們能做的只是最基本的 就是我講的掃地打掃擦桌子 裝水 然後其他廚房東西 他也不願意給你捧 到後面他其實看了也很久 就是這個年輕人 有日本人的那種工作態度 他們才慢慢的就是 一點一點就是開始 把這些東西都交出來這樣 他的努力與夢想 感動了大阪拉麵老店社長 就見浩澤 於是來自台灣的他 成了這間日本拉麵老店的 第一位傳人 我如果這樣算起來 是算他的第一位土地 對不對 他第一 他其實在日本做這麼久 但是他也沒有真正交給其他別人 所以他對於我們台灣 我開這家店的那個 我看他的表情應該是滿驕傲的 為了做出 與日本水準相近的麵條 他還特別打造了一間 開放式的製麵室 每天手工現做 掌控麵條新鮮度 我們的麵條的麵粉 總共有三種麵粉 那三種麵粉再加上 我自己去日本拿回來的這個柚子皮 柚子皮就是跟麵粉一起攪 才會製作出我們所謂的柚子麵 我們現在就是把柚子皮 丟到麵粉裡面 除了製麵用的三種麵粉 和黃金柚子皮 都是特別從日本進口 這裡就連製麵的水 都堅持使用軟水 那我們就先開始來攪 台灣都是硬水 那日本的軟水是在水質裡面 叫做零礦物質 那零礦物質遇到日本的麵粉 去做麵的話 它的彈性跟筋性 才會到達最高的 比較最接近日本 最適合的麵條的彈性 只是麵團成型 還得要跟著季節與溫濕度 變換做法來掌控含水量 接著才能繼續進行壓麵的動作 那現在我們壓好之後那個 就大概是成為就是麵皮 它有看到黃黃一點一點的 這就是我們的柚子皮 會在麵團裡面 因為這壓麵它要壓到 它的麵皮是光滑度 像你第一次麵團出來之後 壓的它就像月球表面 所以你看它這個就是 不能做成麵條 因為它是鬆散的 那這麵皮大概重複反覆壓 至少要壓四到五次 它才可以形成 我們要切麵條的 最基本的一個 麵皮的狀況下 我們才能做切麵的動作 反覆的壓麵保留麵團精性 做出Q中帶勁的口感 但由於手工現做 一天最多只賣七十萬 做麵真的很辛苦 中餐三十萬 晚餐四十萬 對 就是限量 因為產能有問題 就是麵條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你今天做出來的東西 也只能這麼多的情況下 就是你要多也沒有辦法 它就是一個紮實的光滑麵 光滑麵之後我們就要做切麵 然後再用手工把它剪斷 這一顆一顆黃黃的就是柚子皮 2017年 它回到家鄉桃園 開了道地的日本拉麵店 店內所有食材有八成都從日本進口 我們的特色就是柚子麵 對 那我們在日本 我們也是要柚子麵 那這個柚子皮 基本上在台灣是完全 可以說是零 沒有人在種黃金柚子 那我就把這個麵條的特色 帶回來給台灣人知道說 在大阪其實不只是連鎖品牌 才有呢 其實很多鄉下品牌超好吃 道地的日式又香拉麵 開幕不到半年 就在當地打響名號 超人氣的還有日式燒肉飯 明太子飯 一天平均四小時就回完售 我今天有機會可以開一家拉麵店 你要告訴自己說 你今天有成就 不是你自己做出來 是別人幫你的 要學 我覺得其實感恩的心思這個是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我完成了開店的夢想 我想要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 對 那讓 知道說這個社會 其實還是有溫暖的一面 如今小小的拉麵店 為了鼓勵學生認真向學 段考滿分就請吃一碗拉麵 趙志遠從沒忘了 自己曾經也是那個 需要被幫助的人 他回到家鄉 用廚藝站穩腳步 也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尤其是有什麼 想關於一家 能不能打開店 我們家裡的家裡 我們家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